好,我们要重复一下他做的lock camera to view 所以我先把这个切掉 我弄成两个视窗 这个视窗里面 我们按N 那它会跑出来 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这个切换成camera的角度 好,那它是这样没错 但是问题是我一旋转 它就回到不是camera的角度 OK 那所以呢 它这里就发展出一个功能 就是lock camera to view lock camera to view 这时候我一样 我切换到camera的角度 稍微 OK 那这时候呢 我去做旋转 你会看到 它把 这个相机移来移去 有没有 这个相机 我这样转 就等于说 我在转 转的是 这个现场 然后呢 我的相机 会照着我的转的方式 去转 那我现在选了转 转 那如果我直接用滑鼠这样转的话 其实我是在转相机 那我做缩放也是会 缩放 那平移应该也有 平移也有 OK 所以等于是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相机照到的角度 好 那这个功能我觉得很有用 有时候我们相机真的不容易操控 那你会发现我怎么样子都没办法把相机设到位 那这时候用lock camera to view其实是蛮好 我觉得 所以 这一个功能我觉得应该蛮好用 好 各位试试看